常听人说无知者无畏,不免有嘲讽之意,人的无知在某个阶段是值得原谅的,甚至还很可爱,可是超过这个阶段就该警惕了,有些事情总是要慢慢才能学会,从最初不知天高地后到最终的知事故,明就离,退去天真无邪,才有宠辱不惊。 童年的无知可爱,少年的无知可笑,青年的无知可怜,中年的无知可叹,老年的无知可悲,愿你我只曾有过可爱,读了人性的弱点才知道世界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卡奈基在书告诉了人们这样几条处事规则,一,对别人表现出诚挚的关切,二,微笑,三,记住他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本人来说, 是任何语言中最甜蜜,最重要的声音,四,做一个好的倾听者,鼓励他人谈论他们自己,五,谈论别人感兴趣的事物,使对方觉得重要,人性的弱点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商务活动与社会交往中与人打交道,并有效地影响他人,如何击败人类的生存之敌,忧虑, 创造幸福美好的人生,当你解决好这些问题之后,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有所得是低级快乐,有所求是高级快乐,经营自己的优点 能使你人生增值,经营你的短处,能使你人生贬值 人性的弱点的成功哲学与处事技巧对当今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仍是一个永恒的人生课题下面为大家摘录其精华,教你正确认识自己,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和人打交道时,请牢记这一点,人并非理性生物,他们由情感驱使,被偏见支配,傲慢与虚荣是他们的动力之源 你所认为的你,并非真正的你,反倒是你怎么想的,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你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忘记或不会感谢乃是人的天性 这个世界既不是有权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成,懒惰要除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批评人,斥责人和抱怨人 但若要宽恕和了解他人,那就需要在人格及客气上下功夫了 在现代城市的混乱中,只有能保持内心平静的人才不会变成神经病 憎恨伤不了对方一根寒毛,却把自己的日子弄成了炼狱 当他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谈论他们的需求,并告诉他们如何满足这一需求 要想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用你的欲望提升自己的热忱 用你的毅力磨平高山,同时还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思考时要像一位智者,但讲话时要像一位普通人 我闷闷不乐因为我缺少一双鞋,直到在街上我看到别人没了一双脚 努力接近那些了解你,信任你,鼓励你的人 这对于你日后的成功具有莫大的影响 你如果在别人责备你之前,就承认错误 对方想要说的话,你已替他说了,他就没有话可说 那你有99%的机会获得他的谅解 人性之中最可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拖延着不去生活 都梦想着天边有一座奇妙的玫瑰园 而不能欣赏今天就盛开在我们窗外的玫瑰花 对别人好不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享受 因为它能增进你的健康和快乐 你对别人好的时候,也就是对自己好的时候,保留他人的面子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 而我们却很少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纵使别人犯错 而我们是对的,如果没有为别人保留面子,就会毁了一个人 成熟的人会适度地忍耐自己,正如他适度地忍耐别人一样 他不会因自己的一些弱点而感到活得很痛苦 不喜欢自己的人,表现在外的症状之一便是过度自我挑剔 独处对我们的心灵运动十分有益 就好像新鲜空气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一样 适当程度的自爱对每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健康的表现 能够把心中的烦闷像知心朋友倾土的人 通常既是能够把握快乐,减少疲劳,精力充沛的人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凡是你遇见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在某方面比你强 强妙地承认对方的重要性,并由衷地表达出来,就会使你得到他的友谊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是饮食有度,保持平安愉悦的心情 人生有两项主要目标 第一,拥有你所向往的 第二,享受他们 只有具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第二点 人们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无论现在还是未来 如果我们是那样的卑贱和自私 一旦没有从他人身上得到好处,就不愿意让别人感到快乐 假如我们的气量比一个酸苹果还要小 那我们所要遭遇到的绝对是失败 而且我们的心灵将会变得无比平级 如果你拥有某种权利,那不算什么 如果你拥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 那你就会获得许多权利所无法获得的人心 批评是无用的 它激起抵触,让人急于变白 批评是危险的 它伤害自尊,甚至让人萌生恨意 挑战是任何成功者都喜爱的一种禁忌 一种表现自己的机会 挑战是证明自身价值以及争强斗胜的机会 凡不关心别人的人 必会在有生之年遭受重大困难 并且大大伤害到别人 也就是这种人导致了人类的种种措施 有些事,我们明明知道错了 还要坚持,因为不甘心 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前面了没有路了 却还一意孤行,因为习惯了 我们总是要碰壁后,才知道回头 其实如果我们学会了放弃 希望或许就在拐角处,培养自信的方法 那就是做你所怕做的事 去获得一次成功经验的记录 如果成功有诀窍的话 这个诀窍就在于洞悉他人的立场 并能够同时兼顾自己和他人的立场 如果人只靠吃饭活着 而不是为了生存 那么吃的饭便不叫饭了 而是叫饲料 任何一个胸怀大志的人 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 就好像有一条狗挡到时要懂得给他让路 而不是与他争路 然后被咬一口 试想一下被他咬了一口后 就算你把他给杀了 你的伤口会痊愈吗 如果你想结交朋友 请让对方胜过你 如果你想得到敌人 那你大可以表现得比朋友强 天底下只有一种方法 可以促使他人去做任何事 给他想要的东西 在你每天的生活之旅中 别忘了为人间留下一点赞美的温馨 这一点小火花会燃起有益的火焰 类本质里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人肯定 切勿模仿他人 发现自我 保持自我本色吧 人不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死 却会放荡和忧烦而去 没有人能永远按照事情的轻重程度去做事 但按部就班的做事 总比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要好得多 不要忘记 快乐并非取决于你是什么人 或你拥有什么意 它完全来自于你的思想 你所认为的并非真正的你 反倒是你怎么想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寻求快乐的唯一途径是不要期望他人感恩 付出是一种享受施语的快乐 在社会上 只有多了解人性 才能不被有心人利用人性 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 了解人性 就是对自己的负责 更是对自己的保护 从而能有所长进 取得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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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